好 现在呢这个牛角已经勾到最后 现在是剩六针的位置 我把这个又给它收了一圈 最后剩五针 都收了一圈 一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圈 勾十圈 勾十圈收完之后 我们就勾一个引拔针 越细越不太好勾 大家勾的时候要慢一点 好 勾好之后我们立一个起立针 然后断线 留长线断线 一会儿要缝合用 好 我们在这里把它断线 断线之后呢 我们这个牛角两个 我们一共要做两个 两个就勾好了 勾好了就是两个红色的耳朵 两个这个卡萨的啊 我们勾好放在一边 放在一边 然后还有那个牛 还有那个鼻子啊 鼻子的勾法 现在呢我们先把这个牛角 先把牛角给它收口 穿上缝合针 穿上缝合针 穿上缝合针之后 我们就这样挑 挑边上 挑边上这一个 外面这个拌辫子 穿一圈 好 穿够一圈之后 我们直接拉紧 拉紧这个就收口了 它就合并了 合并之后 我们现在 把这个线 从这个尖 给它穿回 穿下来 穿下来 把这个线给它弄到底下去 好 弄到底下去 这个就可以了啊 这个牛角就完成了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把另一个 也给它弄好 把这个也给它穿一下 收口 都要把线 给它过渡到下面去 好了 好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 放在一边 放在一边 再来讲一下 那个小牛 这个帽袋上 帽袋子上面 有一个小牛旗子啊 小牛旗子的勾法 也是用的这个卡色的线 好 接上个视频 现在我们来勾这个 小牛旗子 然后我们还是要 环形起针 环形起针 绕线 立起立针 立起立针 然后在同一个洞里面 呃 勾出来 六个短针 1 4 2 4 6 6个 6个勾好之后 我们把它收紧 收紧 然后跟第一针 做引拔 然后勾引拔针 然后立一个锁针 起立针 在同一个洞里面 勾出来 一个 勾出来一个短针 然后下一个针目里面 勾出来 两个短针 然后下一针目里面 勾出来 一个短针 在下一针里勾出来 两个短针 下一针里 一个短针 下一针里 两个短针 好 勾好之后 勾好之后 我们现在呢 呃 不好 我们把对面这个线头 给它剪掉 然后 我们 勾 最后这里一针 这个横着的不是一针 啊 这个是一印拔针 不能勾 然后我们在第一针上面 给它勾 印拔针 勾好之后 立一个锁针 然后我们把这个圈 给它 翻过来 正面朝外 然后 我们 下一只圈里 勾出来 一个 短针 每一针里勾出来 一个短针 一共是 九针 好 第三圈 就是不加不点的 勾九个短针 第一圈 六针 第二圈 呃 九针 第三圈 第三圈到第七圈 全部是勾的 不加不减的 一共勾 呃 勾到第七圈 就可以 好 我们 跟第一针 引拔 然后 第四针 第四圈 到第七圈 全部是 不加不减的勾 勾 往上勾 勾好之后 再来讲 好 现在呢 七圈我已经勾好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七圈已经勾好了 勾好之后呢 我们 这一圈 是要 剪针的 我们就 我们就 挑一边的线 这个 因为勾的紧 不太好 挑 这不是要练线的吗 挑一边的线 然后再挑下一针 挑完之后 勾一个剪针 再挑下一针 下一针 好 又剪掉一针 好 剪三针了 四针 我们现在不要收完 然后拿出我们的填充棉 给它填充一下 好 现在拉大线圈 我们拿出填充棉 给它塞进去 刚刚第七圈 勾完的时候塞也可以 刚刚忘记了 好 塞好之后 我们最后还有一针 好 塞好之后 我们最后还有一针 给它勾 勾好之后 就这样 我们不引拔了 直接给它 留一点线头 断线 待会缝合用 然后用同样的方法 勾两个 我公开了 我公开了 看我